OK 我们看投资性房地产最关键的一环 叫转化与处置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化和处置是什么意思 我先说转化 转化很简单 就是它跟固定市场 无形市场 跟开发产品之间的串门 比方说这个办公楼 我自己住着住着 我不想住了 我把它租出去 那么这就属于固定市场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也可能这个办公楼 我原来是出租的 后来我想自个用 那么原来的投资性房地产收回自用 就变成了固定市场或无形市场 这就是来回串吗 再比方说我是开发商 我盖了好多房子别墅 我自己卖不出去 怎么办 我就把它租出去 那叫开发产品转出租 这也是投资性房地产的一个转化 也可能我租出去这个房子 后来我要收回收回打算保的往外卖 由投资性房地产再转回到开发产品 这个也有可能 这就转化 处置就把它卖掉 这个简单 这样的我们先看转化的一些条件 在如下情况下 当有证据表明房产用途改变了 应该转化成投资性房地产 或者投资性房地产转化成别的资产 在这儿有这么一些转化的方式 第一个 投资性房地产开始自用 相应的由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 比方说原来另出去的房子自个用 那就是转成固定私产 这说的是 投资性房地产转固定私产 第二个 房产开发商将它的开发产品 以租赁方式租出 这叫开发产品转投资性房地产 走 自用地皮停止自用 用来赚取租金或保值增值 由无形私产土地省权 转投资性房地产 第四个 自用建筑物停止自用 改为出租 自个的办公楼 自个不用把他租出去 从固定私产转投资性房地产 第五 房产企业将出租的房产 重新用来开发往外卖 从投资性房地产转存货 就开发产品呗 这些你不用看 一看就会 就不用特别的记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我们待会要重点定的是 当他在转化时 那个口径差往哪放 那也是核心 哪天转的呢 第一个 投资性房地产开始自用 转化这天为自用状态达到日 那就说这天做账务处理 第二个 当作存货的房产改为出租 或者是自用建筑地皮 转为出租 哪天作为转化日 租赁开始的时间 来再看第三个 自用地皮停止自用 改为资本增值 转化这天为停止 把它用于生产商品 提供劳或经营管理 且管理当局 做出房产转化决议的日期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房地产企业将 用于经营出租的房地产 重新开发往外卖 那么从投资性房产转存货 转化这天是租期届满 董事局或类似机构 做出书面记忆 明确表示把它重新开发 用于对外销售的日期 这些呢 日期的标准 我觉得不是关键点 关键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当你再来回转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价值差 那才是核心重点掌握的 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价值差的 比方说投资性房产 一直用成本模式计量 那它在转成自用房产 或者说是这个固定啊 无形啊 或者转开发产品的时候 你成本模式再往固定无形 或者存货转 是没有差额的 或者说呢 自用房产存货 转化成成本模式的投资性房产 也是没有差额的 这里面只有你的投资性房产 用公益模式计量 这个来回转是有差额的 这点搞清楚啊 来看这个 说转化的口径选择 如果是成本模式下的投资性房产 这种串门怎么串 用当时的账面 直接转做新的入账账面就可以 就是转化后的入账 就是它当时的转化的账 啥意思呢 你比方说像这个 自用房产存货转为投资性房产 我给你当场举例子 咱们一块来 我们这儿有个办公楼 办公楼原价多少钱呢 一百万 折旧多少 三十万 准备多少 十万 干嘛呢 现在 我现在要把这个办公楼出租出去 而且是成本模式后续计量 也就是说 自用办公楼 转为出租 成为投资性房产 而且是后续模式为成本模板 这个账怎么做呢 看好了啊 这么做 原价换原价 借投资性房地产 带固定私产一百 折旧换折旧 借累积的就三十 带投资性房产 累积的就三十 准备换准备 借固定私产 减值准备时 带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准备时 来来来 我给你画个线走 原价换原价 再来 折旧换折旧 再来 准备换准备 看见了没有 这是财政部会计司重大研究成果 这太简单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你比方说 我不是固定私产 无形私产 无形私产也是这样的 什么原价换原价 折旧换折旧 摊销换 摊销准备换准备 无形跟固定是一样的 如果我这次是 开发产品转投资性房产 那他有一个问题 这个没有原价 没有折旧 那怎么办呢 按静止转 你看我给你单写一个 来 开发产品转成本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比方说呢 我这个房产商 盖的这个商品房 卖不动 于是把它出租出去 这个商品房的余额是100 提过存货低价准备20 那就是它的账面价是几时 80 转为成本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 直接借投资性房地产 账面价80 借存货低价准备20 带开发产品100 看见了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 不存在准备换准备 什么余额换余额的问题 你再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是直接按账面价计量 就可以 这是原来是存货的时候 的一个特殊情况 当然除了这个开发产品 转成本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 比较简单 拿个金额 借投资性房地产 就可以 像固定无形 转投资性房地产 的成本模式 都得是原价换原价 折旧换折旧 准备换准备 OK 那要是倒着呢 倒着的就是 跟刚才是反着写就可以 你看这个再来 说我那个房子 一直往外租呢 成本模式 现在我想收回自用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原价100 折旧10 准备20 说怎么转 转成自用的办公楼 就固定私产呗 看原价换原价 走 借固定私产 代投资性房地产100 折旧换折旧 借投资性房地产 累积着就是 代累积着就是 准备换准备 借准备20 代固定私产准备20 OK 这就是原价换原价 折旧换折旧 准备换准备 刚才倒着写就可以 但是如果 你这个成本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这个 开发产品的话 记得 就直接按计额 转移一下就可以 这个呢 我给你单写一声 来看这个 成本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准存货 怎么转呢 比方说 投资性房地产 原价100 折旧20 准备10 账面价70 看见没有 直接咔嚓一下 接开发产品 70就可以 不是 弄出一个什么 存货 这家准备 这个没有 就是把金额 一次给它捋过来 就可以 这点呢 是一个特殊情况 其他的话呢 都可以是 原价换原价 折旧换折旧 准备好准备 旧开发产品 这个是一次 按净额 转移一下就可以 看这不有吗 按转化这天的 账面价 直接入就可以 OK 真正麻烦的是 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与自用房产 存货之间串门 这个比较啰嗦一些 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往自用的 房地产 或存货串的话 他们的 差额往哪走 看一下 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转称自用房产存货 按这天的 公寓价 作为他的 房产存货的 入账 转化这天 公寓和原账面的 差 入公寓价值 变动损益 他这个 当期损益的 科目的名字叫 公寓价值 变动损益 看个题 借固定私产 无形私产 开发产品 这什么呀 这他那个 收回自用的 这个 按什么口径 按供应价口径 你这样的 我们这样子 假定这个房子 他当时在转成 自用房产时 余额800 供应价多少 900 好 借固定私产 无形私产 开发产品 按供应价900入 带投资性房产 余额800 这是他原来账面登的 涨了100 怎么着 带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贬值呢 那就借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会了吧 再来一遍 供应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一旦转为 自用房产或存货 按供应价入他的账 那么供应和 原来的账之间的差 直接塞到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原来 比方说是800 供应 比方说是900 涨的100 直接带供应价的变动损益 增值外 贬值则是借记 供应价的变动损益 那这个呢 虽应房产存货 转化成 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是增值 增值的话 就是最新的供应价 和当时的账面价的差 它是代计其他综合收益 叫利得 如果是贬值的话 是借记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看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办公楼 原价是100 累积折旧是10 它的准备是10 它的账面价是80 它的最新供应价是130 那涨的这几是50 没错吧 50走其他综合收益 再来一遍 借投资性房地产按供应价130入 借累积折旧时 借固定私产减值准备时 代固定私产100 然后呢 这个固定私产 自用房产为转为出租的 公益模式的投资性房产时 它的账面价是80 它的供应价是130 增值的50 直接代计其他综合收益 这叫利得 将来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在处置房产时转其他有成本 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计其他有成本 这是后话 待会再说 那要是贬值呢 贬值就借记 供应价的变动损益 比方说不是130 是70 那它这儿是写70的话 那就贬了10个百 这儿就写10 贵了吧 读一遍 借投资性房产 按这天的供应加入 借累积折旧 借固定无形货存货准备 代固定无形货开发产品的余额 然后挤出的差额 贬值借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增值则是代计其他综合收益 回过来 私用房产存货转化成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贷产 当它公允价小于账面变值了 借记公允价的变动损益 当转化这天的公允价大于账面增值了 代计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它叫利得 属于直接记录所有的权益的利得 将来房产处置时是转到其他有成本 怎么转 借其他综合收益代其他有成本 形成正式损益 我们在这做个对比 自用房产存货转成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贷产 增值叫其他综合收益 贬值叫公允价的变动损益 往回转呢 无论增点都叫公允价的变动损益 这点呢 务必注意这个 因为主要是考这个 来看这道多选题 企业将自用房地产转化成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化这天公允和原账面的差 这个增值叫其他综合收益 贬值叫公允价变动损益 算C和D就对了 将自用房产转化成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这天公允价小于账面 贬值了呗 即当期损益 算B 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再来 自用房产转化成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化这天公允大于账面 走哪 走其他综合收益啊 算A 再来 投资性房地产谁说对了 自用建造的投资性房地产 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必要支出进行初始计量 没错 以成本模式后续计量到投资性房地产提取的减值准备 以后能转吗 不可以转 不是说了吗 跟固定无形一样 提减值不让恢复吗 后续计量模式 成本转公允 公允和账面的差 走留存收益 不是当期损益 满足投资性房地产确认条件的后期支出 应该资本化 这说的是资本化后续支出 没错 D是对的 AD是对的 来吧 咱们再看卖了它了 这最后一项 卖了它的话 成本模式比较简单 成本模式的话 你把它卖掉 走其他有收入 它当时的账面价 走其他有成本 它的烤点集中在 其他有收入 减掉其他有成本的 营业利润的最终影响额 看一下 企业出售转让 报废投资性房地产 应该把处置收入 扣掉账面税费之后 做当期损益 这句话说的比较笼统 具体来说呢 卖得的收入 走其他业务收入 当时的账面 列其他有成本 看一下 我给你先编一个吧 你把这个房子卖了 卖了一千万 带其他业务收入一千 销项税多少 百分之九 那就是九十呗 借银行存款1090 借银行存款1090 带其他业务收入一千 带应交税费 销项税九十 当时这个房子的 原价是八百 准备一百 折旧也是一百 账面是多少 六百 那就是借其他业务成本六百 借投资性房子产 累积折旧一百 借投资性房子产 减值准备一百 带投资性房子产八百 OK 看看 考什么呢 问这件事 对营业利润影响 那就是加四百呗 就考这个数 会了吧 看个题 这题稍微个儿大一点 假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不动产的增值税率 为百分之九 二零一九年底 将一八年底达到 预定可省状态的 一栋楼往外出租 一八年底达到 预定可省状态 相当于在一九年初开始折 在折了一年之后 把它租出去了 因为供应项不知道 用成本模式后续计量 当时这个楼的买价三零二零 进向税二七一点八 寿命期四十年 净残值二十 直线法折旧 年租金四百 租赁开始时间是在 二零一九年底 二零二零年底的话 可收回价二五六零 预计净残值为十四 预计方法折旧年限 都保持不变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两千八的报价 把它给卖了 这个事儿呢 我们需要把它斩一下 你先说 它这个折旧什么时候提啊 一九年初开始提 来我们在这儿画了个图 看一眼 首先一九年 它的折旧是多少 三零二零 这是那个原价吧 减二十净残值 除以四十年折旧七数 因为它是一八年底 达到预订课使用的 一八年底达到预订课使用 一九年开始折 折了一年 这是正常的自用的状态 为什么是自用状态 你看一下 它是一八年底达到的 办公楼的可用状态 一九年齐着 就按办公楼正常提 走管理费呗 一九年底的时候 是不是 他把它租住去了 那你第二年的话呢 折旧还得正常走 也是七十五 没错都是七十五 然后在这一点的话呢 二零年底 它的折余价是 三零二零 减七十五 减七十五等于二八七零 它这有一个可收回价多少 二五六零 提减值多少 提减值 它俩的差 提三百亿 这个减值的分量怎么写 减四产减值损失 在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三百亿 提完减值后的最新账面是 二五六零 它的净残值是十四 除以三十八 因为它总期限是四十年 过了两年还有三十八年 每年折叫六十七 没错吧 这是二一年的 二一年 年底的账面是 二五六零 减六十七等于二四九三 然后它的其他 又收入是多少 卖了两千八 两千八减它这个 二四九三 我看看 两千八减二四九三 应该是三零七的盈利人 没错 问这个数 问这个数 咱们看一下分路 19年的折旧 七数 刚才说过了 它的出租时 看原价换原价 借投资性房产三六二零 带固定私产三六零 折旧换折旧 借累积折旧 带投资性房产 累积折旧七数 20年的折旧还是七数 借其他有成本 带投资性房产 累积折旧七数 20年的租金 20年开始租了 带其他有收四百 肖像税三十六 借银行损款四三六 20年底的 折余2870 可收回价 2560 提减值三百亿 刚才说过了 借私产减值损失 带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准备三百亿 提完减值后的 最新账面是2560 净三至十四 还有38年 每年六十七 借其他有成本 带投资性房地产 累积着就六十七 收租金 借银行损款四三六 带其他业务收入四百 肖像税三十六 然后21年底 卖了两千八 年底就卖了 带其他业务收入两千八 肖像税二五二 等会儿 二五二怎么来的 两千八的百分之九 没错 借银行损款三零五二 转成本借其他业务成本 二四九三 折旧的话呢 这是19的 20的 21的 没错 217 准备三百一 带原价三零二零 账面价是 二四九三 这是其他业务收入 这是其他业务成本 307的利润影响 来 再看一个题 这个问题就是严厉人一项 以七年底将办公楼出租 成本模式 租期五年 每年底收租金一百五 出租时的原价 两千八 折旧五百 准备三百 净三之零 尚可折旧二十年 直线法折旧 等等啊 如果他的出租 当时的账面价多少 两千八的原价 折旧累计五百 准备三百 账面价是两千 还有几年 二十年 那就说后续折旧一年一百 没错吧 一年一百 啥是租的 17年底出租 18年开始算为相当于 19年底 21年底的可收回价是 170和1560 假定方法期限不变 22年三有化 把他给卖了 卖了一千六 问营业利润影响是多少 我给你画个图 来看这个图吧 17年底的账面是两千 两千八是原价 五百是累计折旧 三百是准备 账面价是两千 还有二十年 一年折旧是一百 一八年一百 一九年还是一百 因为他是一七年底租的嘛 然后在一九年底的账面价是 两千减两百等一千八 一千八的可收回价是 一七几零 一七一零 贬值多少 贬值九十 提个九十之后 最新账面是一七一 一七一 一划呢 假定 折旧七不变 还有十八年 一七一零除以十八 九十五的折旧 这是二零年的折旧 二零年九十五 二一年还是九十五 没错 顺着往下当 走 这个点的账面是一七一零 减两九十五等一五二零 他说可收回价是一五六零 恢复简直吗 不恢复 维持这个标准往下走 不恢复的 不恢复的 不恢复的话呢 那么紧挨着在二二年三一分脉 提撒月的折旧 九十五是年折旧 除以四不是撒月吗 二十三这七五的折旧 那么一五二零减去 二十三这七五 是这个点的账面 是一四九六六五 他卖多少钱 卖了一千六 他俩一减 就是他的营业力的影响 是一零三点七五 算一就可以 这个有点忒绕了 我跟你对一下再 一八年底的账面是一千九 这是提了一百了 一九年底是一千八 然后可收回价一七一零 提减值九十第一个 然后后续的折旧是九十五 提个九十五 又提个九十五 是一五二零 与一五六零相比 简直恢复不确认 维持原来的标准 接着是九十五除以四 一五二零减其它 是它的最新账面 最新账面是一四九六第二五 我算一下 九十五除以四 二十三点七五 没错 挤完之后是一四九六六五 这是它那个其他有成本 它和一千六比 贬值还是增值 增值了 赚了一零三点七五 这个成本模式特别啰嗦 但它难度不大 就是绕 再看公寓模式 公寓模式卖的话呢 事比较多 你本来说卖了一千万 但其他有时候一千 肖像税是九十 接一行存款是一零九零 来 前一行存款 一零九零 带其他业务收入一千 带肖像是九十 这个跟成本模式差不多 关键后边这个 比方说这个楼 当时是最早的 初始成本是八百 后续涨过五十 那它的余额是八百五 接其他业务成本八百五 带投资性房产成本八百 供业价变动五十 然后它的供业价 曾经变动过五十 对吧 那转为正式的损益 接供业价的变动损益 带其他业务成本五十 如果这个楼 是从自用办公楼 转过来的 你自用办公楼 转为供业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你曾经增值过 比方增值过三 增值过三 它带过其他综合收益 现在你把它楼卖掉 得转其他业务成本三 借其他综合收益三 带其他业务成本三 你给我捋一下 到底影响 赢了多少钱 再来一遍 其他业务收入是不是一千 这是一个 其他业务成本 是不是八百五 那就是一千 先减个八百五 但是这个不影响损益 也就是说呢 这个房子的公允价的变动 曾经持有区的公允价变动 因为刚才它是增值五十 这个当初增值的话 一定怎么写的 它一定是借记 投资性房产 供允价的变动 带其公允价变动损益五十 然后再处置房产 是转为正式的 其他业务成本 借公允价的变动损益 带其他有成本 这个是不影响损益的 注意这个 这个不影响损益 因为它是损益内的 科目的一个波动 但是其他业务成本 和其他中收益这个转 这个影响损益 因为它是充减支出 增加利润 最终的增加利润是多少 153 没错 153 关键看 谁造成的利润影响了 要把它算对 尤其是公允模式 你把它卖掉 它曾经从自用房产 转化成公允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它增值过的 那个其他中收益 要在这转其他有成本 这点别忘了 来一个 签了个协议 把楼出租 租期三年 年租金500 年初收取 17年初开始租的 哎 它这个楼当时的账面是多少 出租那天啊 它的供应价是900 它的原价是2000 折旧累计1200 那就是账面价是800 供应价是900 走 涨了多少 涨了100 涨了100 涨了100从哪 其他综合收益啊 其他综合收益 这叫自用房产 转成供应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增值 再往下来 紧挨着有一个 17年底的供应价1200 哎 1200只涨300 没错 涨300怎么写 借投资性房地产 代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300 18年底是1800 涨了600 一样的分路啊 19年底是掉到1700 掉100 你告诉我 累计涨多少 累计涨800 19年底租赁到78 卖了 卖了3000 走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 这个走其他业务收入 那当时的 其他业务成本是多少 其他业务成本 得看当时的余额 余额到底是多少 余额是1700啊 1700是其他业务成本 它的增值多少 增值是 净增800吧 没错 净增800 这个 借记 供应价的变动 损益 带其他业务成本 800 但它不影响损益 不用搭理它 但是这个影响损益 借其他综合收益 带其他又成本100 这样的话呢 你看啊 3000 其他有收入 对不对 减其他又成本 再加100的 其他综合收益 转过来的成本充减 最后营业利润影响 应该是 1400就对了 算币 再来一遍 想当初 自用房产 转化成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增值的100代季 其他综合收益 一个 先涨300 再涨600 然后掉100 那净涨的是800 然后你把它卖掉 卖了3000 成本是1700 等着他啥时候卖的 20年初卖的 卖的话 3000的收1700的成本 然后 他的800转 其他又成本 不影响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转呢 充其他又成本100 这不最后是 1400的利润影响吗 还是挺绕的 再来一个 假公司发生的 与投资性房产有关的 事项谁影响 营业利润 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转成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公寓大一账面 这个走 其他综合收益 不影响营业利润 以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资产非来表示 公寓价小一账面 这个走 公寓价变动 所以影响营业利润 将投资性房产 成本改为公寓 属于政策变更 这个不影响营业利润 这是影响留存收益 政策变更 追溯调整这个 将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 转成自用房产 公寓小一账面 这个影响损益 走公寓价变动损益 最后影响损益的是 必根地影响营业利润 没错 来我们看一下 19年的计算题 假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后续公寓模式 计量16到18 有关业务如下 首先16年6月底 买了这么一栋楼 花了1亿2 买楼的当天就出租了 那就是买的话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这题假的也不可能增值税 第一个分头怎么写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1亿2 带银行存款1亿2 就完了 这个楼的话 出租两年 出租两年 就是18年6月底结束 每年租金是 500万半年结业私账 半年250 收250的这个钱怎么做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又收入250 假定不考虑增值税 就比较简单 16年底的供应价是11800 那他掉的是200 没错吧 掉200 掉200怎么写 借供应价的变动损 一代投资性房地产200 紧挨着在到期的话 就是18年6月底到期两年了嘛 账命供应这天都是11500 他这少了一件事 那就说17年底他怎么调的供应 我给你标一声 你看起头是16年的6月底 对吧 这一天是12 然后在16年底呢 它的供应价是11800 没错吧 那这肯定是掉200了呗 17年底他这没说 17年底没说 他只是说18年底 在转那个自用的时候 它的供应价和账面 都是11500 也就是说这应该是 调到了11500 调到11500的话呢 说明这又掉几百 掉300 这曾经调过的是200 没错吧 也就是说供应价的变动损 应该是借过500 OK 结果呢 在18年6月底的话 它的账面供应都是11500 转吗 问这个账怎么做 来 我们先给他刷一遍 他这个要求你编分路吧 没什么可说的 第一步 借投资性房地产1亿2 带银行损款1亿2 年底的租金 借银行损款 带其他业务收入250 供应价波动 借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带投资性房产200的供应价变动 在18年6月底收回自用 这是入的供应价11500 这是它的余额的初始成本明细 这是供应价变动的暂时减少的明细 这个500怎么来的 我刚才说了先掉200再掉300嘛 完了 完了 然后呢 后边怎么办 折旧正常题位 它是20年折旧直线 当年提半年 11500除以20除以2 287.5 办公楼嘛 借管理费带累积的就287.5就可以 这个题太简单了 没东西 再来 看这个 16到19发生如下 实际上 16年底用银行损款7204 买了仓库往外出租 租期三年 年租金600 每年底收取 预计仓库的期限20年 竟残值40 直线法折旧 成本模式后续几点 你先看看折旧多少 7240 成本模式啊 7240减去40 除以几年 20年 折旧360 16年底拿的对吧 那一年折旧360啊 360 19年初改成公寓模式 等着 我给你算一算 他提的几年折旧啊 先说啥是租的 是从16年底出租 16年底出租 就这天买的嘛 折旧从17年开始折 17年 18年 两年折旧一年多少 一年360 刚才说了 一年360 然后在19年初 就在这个位置 1月1号 他改成什么模式啊 公寓模式 那这天的折余是多少 你算一算 你起头是7240 减去俩360 相当于减720 这个折余是620 你看他的供应价多少 7000 涨了多少 涨了480 这就是那个调留存收益的那个基数 按理说应该拿480乘75%算就可以 但他这个题假定不考虑所得税 那480直接追加银公寄未分就可以 最后呢 按照7600给卖了 在19年底 这个呢 待会再说卖这些啊 我们直接先把其他几步走一遍 先说买下来 借投资性房产7240 带银行存款7240 折旧360 刚才算过了 这是那个原价 这是那个净残值 这是那个折旧7 租金600走 其他有收入 影响 损影响是600减360 240的影响影响 19年初成本转公寓 看这是那个公寓价 7000 这是那个累折旧 两年的720 这是原价 他的账面价 再算一算是多少 7240 减去720 是6520的账面 调到公寓 涨多少钱 涨了480 480直接干过来 是营运攻击10% 未分90% 他假定不考了所的税啊 如果要考了所的税 这应该先甩个25%出来 带低延资产 低延负债 75%才是这个 营运攻击未分合并的 他这省事了 念一下 借投资性房产 公寓7000 借投资性房产 累积720 带投资性房产 7240 带银攻击48 带利润分配未分432 搞定 卖的以上呢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有数值卖价 他的账面是7000 奖定没动过 借其他有成本 带投资性房产7000 没了 通过这个考题的两年度的这种主观题的展现 你会发现他考的都非常基础化 没什么东西 就是成本模式 供应模式 顶多做一个转化 而且你看他这个成本转供应 居然不考虑所得税 不考虑所得税 这个题太简单 就没东西了 行了 这张实际上说到底是个基础知识章节 难度不太大 它有大量的部分是超自于固定死产 无形死产 看看本账的关键考点 第一个 如何界定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必须是出租的房地产 或者是保值增值 或者两者兼备 特殊情况就是空置建筑物 和那个什么正在建的房产 只要管理当局做出正式书面决议 明确表示我要把它租出去 从正式书面决议当天 这个空置建筑和正在建的房产的名字 就叫投资性房地产 这点呢 一定要注意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原则 成本模式 它的折旧啊 贪消啊 包括体检值 与固定无形完全相同 而且它这个检值不让恢复 包括后续支出也是一样的 公寓模式下 不折不贪不测检值 供应价波动 入供应价的变动损益 后续支出类似于固定私产 无形私产 在这儿的话呢 成本模式转公寓 这个属于政策并更 借投资性房地产 这扇公寓入 借折旧借准备 带投资性房地产 占供差的差额 25%是调低安私产 低安负债 剩下的75%是调银 攻击和未分 如果它让你算留存收益 最快的方法就是用新旧口径差 乘7%就可以 那它要不考虑锁的税呢 那就直接新旧口径差就可以 所以用房产存货转化成 公寓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你看啊 这个增值叫其他综合收益 贬值叫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反着转呢 那就走公寓价变动损益 别的不走 别的不走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将来 在处置房产时 要转为正式的损益 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计其他有成本 来 把它卖了 成本模式下 借银行存款 代其他有收入 代消耗税 转成本的话呢 是借其他有成本 借投资性房地产减准备 借投资性房地产 理的就代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主要的考点在于 其他有收入和其他有成本 相抵之后的 营业利润影响 在公寓模式下 借银行存款 代其他有收入 代消耗税 转成本借其他有成本 代投资性房地产 公寓价的变动 转其他有成本 这个不影响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其他有成本 这个影响损益 这里面最终影响损益的是 其他有收入 减其他有成本 加上你刚才 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的 其他有成本 构成营业利润的追加 这是这个点的 主要的切入考点 本章作为基础质章节 应该和固定私产 无形私产 做重点比对 把他们的差别 要掌握下来 尤其是投资性房地产的 公寓模式 以及它两个模式之间的串门 好了 本章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